美国政府局部停摆超过一周 民主共和两党仍然没有让步的意愿 市场担心美国国会在预算争议的强硬立场 会延续到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 让美国最终债务违约 由于全球经济仍然没有完全复苏 美国债线正枚炸弹银弹被引爆 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 将全球卷入新一波的金融危机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只剩下短短几周的时间 彭博社报导 美国国会如果无法提高债务上限 将在全世界卷起一阵前所未有 比雷曼兄弟倒闭还要可怕的经济强烈风暴 请教老师一旦越过长债界限 结果究竟是不是将不堪设想 其实对美国这种问题 我倒是比较乐观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玩政治 但是不要忘记 美国这种政治体系 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民主 所以到最后 它都会以民意为一规 现在两党其实也是在看民意 到底民意现在谴责谁 或者说认为谁 哪一党 然后比较不对 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 然后都跟选民去讲清楚说 他为什么要这个 为什么要那个样子 所以到最后 其实这个僵局应该是会化解 因为时间10月17号 其实还蛮久的啦 所以到那个时候 我想它会化解啦 所以大家也不必那么担心 但是这个短期 对这个投机市场 已经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前几天 那个美国 好像在关闭中央政府的时候 那时候就曾经有一两天 然后全球的股市 波动得非常厉害 可是很快 它就恢复这样的瓶颈 所以大家长期来看 就是不会 不觉得这个美国 它会真的是僵局 然后会一直下去 所以这方面大家比较放心 但是我们应该要知道 其实不要让这个美国 这个债务 然后这个上限 一直往上升 不要变成一个习惯 好像每一年都要往这条路去走 我想这是不对的 应该是减少开销 然后真的是要开源截流 而且重要的是在截流方面 所以对于欧巴马的健康健保制度 应该是要好好的再去思考 它这个比较社会福利方面 这个支出到最后一定会非常严重 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 那其实是不止对美国不好 对全球更不好 这个希腊这样的例子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地清楚 所以我希望这个共和党 应该好好地把这一方面的这种事情 跟选民去讲清楚 然后大家好好地再商量一下 到底未来应该要走 比较根本的这种路 还会比较好 不要每一次都要把这个 在线然后把它往上升 这个是一个 这个吸毒的这样的路 应该早一点把这个堆移戒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